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今天這個線上講座 我是你今天的MC Winnie 無論你打算安排小朋友未來會在本地或海外升學 英文好,都有很大的優勢 加上突然三月就要放暑假,學習計劃趕不上變化 就更加要學得有方法有策略 俄章大廈出品社今天承邀了兩位港姐 和大家分享學好英文的提示 希望這個講座可以幫到大家 在疫情當中做你們的後退 由於疫情影響,我和兩位港姐分別在不同地方 和大家進行這個講座 畫面的質素未必很理想,希望大家見了 另外,如果大家過程當中有移民想問兩位港姐 可以透過Zoom的checkbox發送問題 在講座的後段,我們會選擇部分的題目 交由兩位港姐作答 第一位港姐,Miss Rita 是一位資深的英文科老師 教學經驗非常豐富 或者大家曾經在巴士廣告上見過她 事不宜遲,我們將時間交給Miss Rita 謝謝Vinnie的介紹 今天我會先講一講本地學校的教學重點 會有四個方面 大家會看到有讀、寫、停講 我們先看看閱讀的方面 其實香港的教育制度 都會用一些主題式的課文 去教小朋友一些主題式生子 都鼓勵小朋友要進行課外的閱讀 但是量不是那麼多 而且未必有那麼強烈的強迫性 當然,有些學校真的會強迫小朋友去看課閱讀 為什麼能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個別的學校會在考試加插一個部分 就是指定閱讀本 然後在指定閱讀本當中 會出一些相關的題目去問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沒有看過那本書 就不會懂得作答這些題目 另外一件事,閱讀的 其實他們都會考核到一些抄寫型的題目 那麼抄寫型的題目顧名思義 就是這些答案可以在原文上抄出來的 那麼小朋友只需要知道問題的結構是怎樣 然後他就根據這個問題 去寫完完整句子出來 在原文上找回相應的部分 就會做到這一類型的題目 那麼至於在說話那方面 有些學校會有指定的題目給小朋友的 那麼這些指定的題目的話 一般都是跟生活有關 那麼可能問一下 小朋友你幾歲啊 那些 或者你怎樣搭車上學的 搭車要有多久啊 甚至有些學校都會買一些深一點的 可能突擊性的題目 然後要小朋友去作出一些即時的回應 那麼他們也都會給一些閱讀的段落 然後要小朋友朗讀出來 那麼可能一般是五至六句英文這樣 不是太長的 到了去聆聽那方面 那麼就會要小朋友去聆聽一些的對話 那麼這些對話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對話 那麼就要小朋友看一題目之後 要知道自己聽的時候 未必每個字都聽得明白 但是只要聽得明白一些keywords 關鍵字 那麼可能小朋友就可以找出正確的答案了 到了寫作方面 寫作方面的話 會有看圖寫作為熱門 然後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生字提供給小朋友 也有部分的學校會盡快教小朋友不同的題材 會提供一個框架給小朋友跟著那個結構去寫作的 那麼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香港其實都頗著重文化這件事 那文化那方面其實也是一個根基來的 會影響到小朋友讀寫聽說的能力 我們可以看看現在這一頁 其實就是關於這個公開考試局出的一個叫做 Curriculum Framework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課程的框架 那麼他們都很著重小朋友 其實在初試階段要開心地學習 另外一件事 就很希望小朋友可以作出一些互動 獲得一些知識 以及有一些生活的體驗 那麼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透過語言 然後可以都令到他們有一些個人發展 以及價值觀 因為始終學習語言的時候 你們會被小朋友可能閱讀到一些不同的素材 那麼小朋友可能會學到一些 跟個人成長相關的部分 又或者是一些跟價值觀相關的部分 譬如有時他們會教到小朋友一些 可能關於環保意識的東西 甚至是會教小朋友在個人成長方面 怎樣跟別人交朋友 交朋友有時要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怎樣跟別人相處等等 其實都可能會牽涉到在內 好了下一頁的話 我們就開始講一講海外學校 教學的重點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看閱讀的方面 你會見到其實是很集中 想小朋友去了解多些不同的文學作品 你說這麼快就這麼深的 通常他們會要小朋友 很早就接觸一些不同的詩歌 甚至有時會要他們寫一些 Drama Script 即是看一些Drama Script 什麼來的呢 即是一些我們叫做劇本 然後可能要小朋友甚至都要寫的 另外還會有大量的課閱讀 希望小朋友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書 也正常的 因為海外的小朋友 他們的母語是英文 所以他們就很快就已經可以 看得明白很多不同類型的書本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們很著重一些理解的提醒 甚至有些提醒會比較特別的 比較我們叫做freestyle 例如問小朋友 如果你是那個角色 你會怎樣處理同一件事情 你認不認同那個作者的處理方式 然後小朋友就可以有多一點的自由度去作答 另外說到說話那方面 其實說話那方面的時候 小朋友面對的困難會多了 因為他要小朋友進行一些課堂討論 即是說他要跟其他小朋友 去作出一些英文的交流 另外也會想小朋友 去跟老師有多一點的互動 如果考說話的時候 可能要他們做一些個人短講 個人短講是給他一個題目 可能小朋友就要講一至兩分鐘 可能對於一些土生土長的 可能是英國的小朋友來說 或者外國的小朋友來說 這些東西不是那麼難 可能對於香港的小朋友就會比較難 因為香港的小朋友 只是適應Q&A的作答模式 可能答問題的時候 一般都比較簡短 另外一樣東西 也會有香港類似的朗讀 那種考核的方式 至於聆聽方面 聆聽方面的話 其實聆聽的對話範圍都可以很大 考核重點字眼 考核理解能力都是一樣 不過為什麼範圍會那麼闊 也是剛才所說的 因為外國的小朋友的母語是英文 所以他們本身已經接觸很多不同 生活範疇的生字 但可能對於如果有小朋友要去開外讀書 就要特別留意這件事 生字真的很重要 去到寫作方面 就會有故事寫作 很著重小朋友的原創性 因為他們會想小朋友看了很多故事書 能不能自己都找到一些創意出來 然後將一些情節加插到自己的故事當中 會不會是一些他自己的生活體驗都不企 但其實外國都是會教文法的 因為始終文法是會影響了四個方面的東西 好了 考核教學的重點 我們可以看看英國的官網為例子 譬如他們會很著重小朋友要廣泛閱讀的 即是要小朋友看很多的英文書 然後從閱讀獲得樂趣 亦都想小朋友從看書當中幫到其他範疇 譬如他都會讀其他科目 那可能他們看不同的圖書的時候 那已經去涉獲到不同的科目的知識 另外一方面他們很著重那些單字的拆解 譬如小朋友看到一個英文的單字 就算他不懂那個字 他會不會自己可以拼讀出來呢 那這件事外國是很著重的 所以亦都衍生了一件事 就是Furnace是很重要的 因為Furnace這一種的課程 其實就是希望小朋友 可以從英文的那些山字串字當中 就找到一個發音 然後從而自己拼讀出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 都是很著重跟老師要討論 亦都要加強他們閱讀不同文體的那個能力 所以很多小朋友很小已經會接觸我剛才說的詩歌 甚至是一些我們叫做非虛構類的書籍 那當然語文知識都是基本 即是山字和文法就走不掉了 一定要去處理 好了,至於來到重點 就是可愛升學史 那有不少的家長可能都會幫小朋友想著 想去海外讀書 要移民 那就要特別留意 譬如英國那方面 他們小學會有一個升中士 是11 plus 11 plus 顧名思義就和11有關 所以就是在year 5的後期 即是外國的小孩 或者year 6、7的初期進行 即是11歲左右 那你說我小孩都很小 我現在聽你說話的家長 可能只不過我小孩是K3 又或者他小1、2 要不需要這麼快準備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明白的就是 11 plus 其實就不一定要報考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好像香港那樣 你要升中 那其實你升中派位 你一定不會有一間中學 基本上怎麼都會有一間中學修理 只不過你想不想 那小孩讀某一間中學 就好像你去英國那樣 其實英國都會有很多官校 那你都可以讓小孩讀那些 即是政府學校 那如果你想幫小孩 報讀一些著名的 Grabble School 文化學校 或者Private School 私立學校的話 那你就要明白 那些學校 他就會比較selective 他就會想選一些 比較可能是 學習進度良好的學生 那他就會有這個 叫做選拔史 這個選拔史 就是他們會判斷 究竟你的小孩 是否適合讀他們的學校 那如果你的小孩能力是比較高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 Eleven Plus有些什麼的考核內容 那在英文科方面 他一定會考到的 就是你的閱讀能力 和那個創意寫作的能力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環節 就叫做Verbal Reasoning 那Verbal Reasoning 在香港就不太考這個 那是什麼來的呢 我舉個例子 譬如他會給四個英文生字小朋友 譬如有 你會看到教授 教授是老師 不是我們的親人 所以教授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字 我們就要圈起來了 譬如這樣說 那這些我們叫做Verbal Reasoning 另外一樣東西 除了考到一些生字內容之外 他還會考到一些 我們叫做字母的轉換 譬如我當 可能他會給兩個英文字小朋友 一個是四個英文字母組成的 另一個也是四個英文字母組成的 他就要小朋友在第一個英文生字裡面 找一個英文字母 放到另一個字裡 所以這裡 由四個英文字母 就抽了一個出來 放在這邊 那這邊就變成六個英文字母 那他就會變成一個新的生字 是要新的生字 不是隨便搬走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要從那四個英文字母 組成的生字 抽一個出來搬到這裡 然後組成一個新的生字 那這個其實聽起來 你會覺得 都挺有趣的 但是到考試很緊張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麼複雜的 那我們究竟怎樣 幫小朋友去準備這個考試呢 第一就是要從小鞏固他的英文基礎 就好像香港的公開考試 譬如DSE那樣 你沒有理由去到 就是真的 Form 5 你才準備的 太遲了 OK Form 6 已經要考了 譬如這樣說 那所以這個叫做11 Plus 你沒有理由去到小朋友10歲 11歲你才準備 所以通常都會早點開始 就要去打好英文的根基 那一定的 都是生字 然後要怎樣 文法 還有就是多點看不同類型的文章 那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始終你去認對一個考試 一定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考試怎樣考 那你才可以幫你的小朋友去準備 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考試 通常都會做一些Mod Papers 這個是走不掉的 OK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Practice Makes Perfect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他出過一本叫做Born 11 Plus的練習 這本練習是很出名的 因為就算當地的英國的小朋友 他們都會用這本練習來做操練的 所以大家就要了解一下 那個考試的制度是怎樣 那個出題的方式是怎樣 那這樣東西只能夠透過練習 去做到一個理解 所以你一定要去給小朋友做多些操練 才可以應對一個考試 好了 那至於你說 我的小朋友打算在香港升小 那有沒有什麼要留意的 首先第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要注意一下 就是自我介紹 那一般都會自我介紹的 你第一次見一個人 你都要自我介紹的 那自我介紹的時候 一般都是介紹一下 可能自己的名字 然後衰數 住哪裡 甚至家人有什麼成員 然後有什麼朋友 那自己還有什麼興趣和強項等等 或者性格是怎樣的 至於認字那方面 認字那方面的話 他可能會給一些生字 要小朋友去拼讀 或者去指出一些物件 那到他重組常用句子 那這個就會難一點 可能會給幾個字小朋友 如果我要組成一個完整意思的句子 那應該哪個字先 那可能要小朋友搬一搬 那幾個生字的位置 然後讀一次出來 還有有時候 會要小朋友去朗讀故事 那所以我們剛才說的 很重要 因為這個跟發音有關 能不能夠 就算看不明白那個故事 都可以讀出來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問答環節 譬如跟日常生活相關的東西 那可能他會問 小朋友 你平時日常生活喜歡做什麼 又或者他會有些 假設的型的題目 譬如他會問你的小朋友 如果你有$3,000 你會買什麼 如果你有$3,000 那小朋友就可以有自己的自由空間去作答 當然他也可能會問一些比較嚴肅的問題 可能會問你的小朋友將來想做什麼 有什麼夢想 什麼夢想 那些 那些 好了 到下一個部分 我們說到生字既然那麼重要 那如果我真的要給小朋友去溫生字 我應該給什麼類型的生字去呢 那這裡其實都會洩裂到一些比較日常生活的生字為主 我們可以逐個逐個看一看 那你會見到第一個 就有這個形狀、顏色和數字 就是color、shape和numers 到下一個人物介紹 譬如你會說 介紹一下自己 介紹一下家庭成員 介紹一下你的朋友 還有就是學校的一些常用的英語生字 因為學校有不同的rules 不同的規則 可能小朋友要認識這些規則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上英文課 個別的小學會用英文 來教小朋友英文這一科 所以如果是用英文為主導的教語言的話 那你就要給小朋友了解老師 是一些課實用語 甚至有些小朋友可能想跟老師溝通的時候 那些溝通的內容 英文是怎樣表達出來的 好,下一個部分 有興趣、愛好和課外活動 那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強調小朋友 要全面的發展 所以如果小朋友本身 都真的有接觸一些不同的課外活動 就好些 或者他有學一些不同的樂器 但當然 都要知道怎樣用英文表達出來 好,跟著有不同的場所和相關生殖 例如去遊樂場 那些遊樂場裏面不同的機動遊戲英文 小朋友又懂不懂呢? 或者去到一些商場 不同的物件 或者不同的店鋪 英文又怎樣說呢? 超級市場 或者體育館 一些設施設備 等等 跟著交通工具 比如交通工具的話 小朋友知不知道 不同的交通工具英文是什麼呢? 他們又知不知道 例如去到一些地鐵站 個別的地鐵站英文的版本是什麼? 好了,到達旅遊的主題 那可能某些國家 會有一些特別的節日 特別的文化 那他們又認不認識呢? 可不可以譬如講解給別人聽呢? 用英文 介紹一些飲食習慣 譬如食物、飲品 或者跟健康相關 因為飲食會影響到一些健康的課題 然後還有工作 不同的職業的人 譬如一個老師 他是做什麼的? 一個警察 然後還有大自然的議題 譬如一些不同的季節的特徵 科斯以前的四個季節 又或者一些天氣的描述 行旅 打風的英文是什麼? 又或者動物植物 又或者是保護大自然的議題 我們人類可以做些什麼去愛識大自然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學生字 其實我們最主要都是學名詞和動詞 因為當我們學了名詞和動詞 基本上就可以組成一些簡單的句子 然後如果你真的想小朋友說話的內容豐富一點 之後就可以從形容詞入手 到最後下一個部分 這就是講回家長的期望 家長自己會有自己的期望 很多時候都會想幫小朋友定立一些目標 而當中最常見的我見過會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以英語作為日常溝通 即是很想小朋友講英文 很流利 可以跟外國人溝通就最好 第二個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有純正的英文口音 即是說譬如說英文說出來的時候 好像Native Speaker 好像外國人一樣 第三樣當然最重要 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考英文的時候 取得理想的成績 但是這三樣東西我都明白的 如果我是一個家長 我都會想自己的小朋友 會有這三方面的成就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其實每次你要一個小朋友做好一件事 只要他對那件事是有興趣的時候 其他的就馬上可以成就解鎖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礎 一定要令到小朋友 提起對學習英文有興趣才行 那你有你的期望 小朋友有自己小朋友的步伐 很多年幼的學童 其實他們學英文都會有以下的困難 譬如第一樣東西就是 他會發音不夠標準 即是讀極都好像不合幾個音 不正確 加上有時候又未必指出 哪一個部分有問題 第二的就是 他們不能夠討論的問題 可能有一些生字真的很長 但是小朋友又對英文的 那個生字組成 不夠有經驗 或者看得少 所以不懂得把那些很長的字 斬開不同的組件去記 第三的就是 生字量不夠了 即是可能怎樣溫也不夠生字 即是寫不出來 表達不到 有些東西 接著第四的就是 就算我有一堆字 我覺得我的小朋友 都是把這些字 隨便拼在一起 都不像英文句子 或者他根本組成不了英文句子 就用單字來跟別人溝通 第五的就是最糟糕 我的小朋友 如果有個外國人對他說英文 他就會馬上避開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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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裝什麼都不懂 可能很尷尬的樣子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到 協助小朋友學習英文 我們究竟可以怎樣做 一般我都會建議家長 首先有兩個方向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給小朋友做你的老師 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去找 家長真的很辛苦 家長已經要照顧小朋友很多事情 但如果你要牽涉到教育那方面的話 你都要去找額外的教材給他 我們找額外的教材 盡量都要找一些富翠美性 還有要很適合小朋友的程度才行 好了我們講一講 究竟怎樣令到 小朋友做你的小老師呢 我覺得這個是首先要扭轉自己的身份 因為很多家長都會 真的有能力的 不少家長你們的英文可能都很好 你就會很想自己做一個老師 去教小朋友的東西 其實是沒錯的 不過你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想 其實小朋友去學習 他上學已經天天做學生 他已經天天上不同的科 都是要聽老師講講講 他們聽聽聽聽聽 不停吸收吸收吸收 他會很悶的 對於這種模式 所以你要調轉一個角色 就是你陪小朋友學英文的時候 你盡量用法文去取代指導和引導 所以你要教他東西 不是不行 但我覺得首先你要試一下 給小朋友去教你東西 我舉個例子 譬如今天上完課回來 通常媽媽就會問 今天你學了什麼 你問他今天英文台學了什麼 這是一個很好的第一步 但有時候有些家長 你也知道 不是每個人都能控制到情緒 你知道有些小朋友 第一句回答你 不記得了 你的反應馬上就很大 又不記得了 你又不聽書 很正常的 但你慢慢要開始 冷靜 當小朋友跟你說什麼都沒有學到 你第一句只能夠說 今天老師用哪一本書 今天老師有沒有用過哪一頁 讓我打個本書看看 你有沒有哪一頁寫過的 原來這裡你寫了一字 這是什麼字 你慢慢開始引導去打開本書 或者當然你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乖 乖 乖的很簡單 譬如你問他今天英文台學了什麼 他立刻就起勢地分享 我今天上課學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難 這個很容易 今天這些東西我認識了 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就當然要讚賞一下 今天上課很集中 好 到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不停裝不懂 這個很好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有教小朋友 我教小學那些 尤其是小一二三那些 你教他的時候 你一定要寫錯字 偶爾 偶爾就 這一題 老師突然醒不起來 他們會笑的 他們很開心的 老師你這樣也不懂 答案就是這樣 他們會很開心去分享 他們會覺得 原來我認識了英文是這麼開心的 原來我認識了英文是這麼有滿足感的 你要讓他有一個很驕傲的感覺 尖尖自喜的感覺 所以譬如你看到答案明明是你認識的 那你就說 他去學校嗎 不是 為什麼你會加ES 我不懂 然後他就會馬上說 HEA動詞沒有加ES 你這樣也不懂 那你就馬上又來了 成勝追擊 你以後可以多些教媽媽英文 原來你英文這麼厲害 你現在認識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他很開心 很樂意去分享 那如果他真的答不到你的時候 或者他忘記了 就一起找回答案 不要緊 媽媽陪你一起學 那你就不要說我教你 你也不懂 那你就會說 媽媽也不懂 我們一起看一看答案 然後先記住 好了 到他接著 這本故事書說什麼 就是 很多時候你看到小朋友 不看故事書 都是的 我都明白的 第一個反應 我都是那些沒什麼耐性的 其實有時候 我看到可能就會說 那本書你還沒看 還沒看 那些 就唯有拿著一本書揭揭一看 那本書說什麼 這本書說什麼 你怎麼學有 這邊的貓在這裏 我這貓挺有意思的 我這貓要這樣的 就是你引起他的好奇心 去陪你一起去看 那本書 當然都是那句 很聰明的小朋友簡單很多 或者他本身對英文有少少學習興趣的 那他可能就會馬上告訴你 那本書大致上是講這些 如果你本身是看得明白的 即加上你英文的程度也好 你可以告訴他 不是這樣這樣這樣嗎 即是你跟他用一個討論的模式 去告訴他其實意思是什麼 好了 到他有些字了 那你想他溫生字 你也是的 你記住你就是那個十萬個鬼神魔不停地問 這個字為什麼 這個字為什麼這個字為什麼這個字 這個字我不懂 這個字你懂嗎 這個字我又忘記了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給我聽 其實你就是間接逼你的小朋友溫習 那他就會重複重複重複給你聽 可能他會說一句 你這麼蠢的 那些 小朋友通常都會有這些很自然的反應 接著你就應該跟他說 幸好你比媽媽聰明 遲些你要照顧媽媽的 OK 到他跟著第二 第二的話 我們會利用一些富趣味性 和適合小朋友程度的教材 譬如我們要養成小朋友自學的習慣 因為我們想他自己打開一本教材 那如果你要他打開一本教材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好了 要很色彩 色彩那方面 就是永遠 誰不喜歡顏色很豐富的東西 譬如你看畫面 你看戲 你都會想畫面是色彩的 第二件事是要有互動性 那何為互動性呢 其實互動性的意思就是 譬如有一些活動要小朋友參與 譬如他在教描描述一些衣著打扮 髮型 人物描述 那可能他那一版 就有很多人在畫面 在圖裡面 然後他就描述了一個人物出來 就要小朋友拿一個放大鏡 去找那個人物出來 那這類型的練習 可能小朋友就會覺得很有趣 或者你要找一些生字出來 然後他就會形成一個迷宮的路 譬如這樣說 這些是遊戲性互動性的東西 再接著要引導思考 引導思考的話 可能是教小朋友做某些練習的時候 會有明確的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有些練習會逐步引導小朋友 找回答案 而不會馬上給他答案 所以那一種引導式的解答 都是好的練習 然後要有一個故事性的 我見過有一些文化的練習 是會要小朋友扮演一個偵探的角色 好像查案一樣 查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故事性質在背後 小朋友就好像親歷其經一樣 他就會覺得做那個gram練習是一個旅程 而不是一個折磨 然後當然有圖片 因為圖片有時候真的可以 輔助到小朋友去明白一些事情 那就不需要一下一下查字 又或者有一些圖片 會令到小朋友即時理解到 整個畫面發生什麼事 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講一講 究竟小朋友 學英文的四大提示是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是要由淺入心 由淺入心 由淺入心的話 我們稍後會詳細講 第二件事就是 要有高效率的學習模式 想小朋友多些善用他的感官 第三 我們會有一些叫做主題式 和情景式的生字溫習 第四 就是自制不基本 我們先看看第一個 叫做由淺入心 由淺入心的話 你看到Step 1 是關於Phonics Phonics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一個基礎 Phonics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 我想跟家長看韓劇差不多 家長 我通常假設媽媽是有看韓劇的 媽媽看韓劇 你有時會聽到 一些韓劇演員講一些韓文 然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模仿 當然大家都認識的 有 안녕하세요 就是講雷 你會發覺自己有時看韓劇 聽得多 自己說幾句 你會覺得自己的感覺很良好 看完韓劇我會學到韓文 那些 甚至有時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因為我有試過 譬如你聽到一些韓文 你會跟著讀兩讀 其實你不知道他解釋什麼 但你讀完之後 你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你就會跟著講 其實小朋友的原理是一樣的 他打開一本書 他本身是啞了看著一本書 那些字又不懂得解 讀又不懂得讀 寫得圖 都不知道做什麼 很糾結的 但一個小朋友拿去英文書 譬如他看見那些字 Note 1 . 3 . 4 . 例如他自己會讀 grummer exercises È reading comprehension 寫得很開心 你明白 codicum 不是很開心的 其實很多小朋友 那些我發現 他拿拿去一本書後 可以加强它发音 以及会加强它串字 为什么这么说? 考Listening是做什么? 听完之后写一只字出来 听完之后,如果一只字你不懂 自己拼写出来 如何才拼写出来? 你要知道 怎样的英文字母会发出什么音 反过来,你听到那个音 你会知道那个英文字母是怎么写出来 OK?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 所以你就要小朋友去学Fitness 第二件事就是Vocabulary 生词一向都是最基础 你一定要有理解能力、表达能力 所以你一定要看得懂 以及你要说得到 可以写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Vocabulary 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表达的问题 任何的语言都可以 你要表达到,你首先一定要有生字 下一个步骤就开始了 闷着一点的东西 因为你已经建立了小朋友对英文的兴趣 自信心 就是读读读读朗读出来 那就去到Grammar的部分 就要小朋友写作的时候要有准确度 就集中去攻回Grammar的方面 Grammar那方面不要经常都觉得 即家长都会这样想 其实我都觉得 小朋友学Grammar很无谓 都是一些规则来的 用来应付考试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很多Grammar的元素 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表达 那个表达可能会出错的 如果你的Grammar rules是没有跟随的话 所以其实那些文化规则 为什么要跟随呢 就是因为希望小朋友可以表达更加准确 到第四个步骤 先去到那些最辛苦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 他要读读理解 又或者他要写作 当然了 Reading Comprehension 你也是的 你一定要做得多一些练习 你才知道 这一种的Question 原来是要怎么找个答案 又或者是Writing那方面 其实Writing有两个步骤 通常我教小朋友都是的 我们通常教Writing 一定是首先给他一些词 让他起码有表达能力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们希望小朋友 不要太吃力 由零开始 所以有一种的Writing连习 类似是一些 我们叫做Guided Writing的连习 我也很建议家长 可以给小朋友去试一试 因为Guided Writing的意思就是 首先他会有梵文 然后小朋友 就会模仿梵文去写 但是如果梵文有五十字 可能当中有三十个字 都是有提供给小朋友 可以照用的 所以小朋友其实理论上 就是Thinking 他的思考 只是思考二十个字 所以五十个字的法文 有三十个字可以用 小朋友就只是自己写二十个字 甚至有时候会是一些填充 通常小学一年班 我们会尽量想小朋友 做多些Guided Writing 因为如果他自己要 由零开始去写 不是每个小朋友 都有这么足够的灵感 好了 到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的话 我们叫做高考率的学习模式 就是要善用感官 何谓善用感官 都是那些 听、提、讲 当然臭角就难一点 我们看到Step 1 Step 1 的话 可能小朋友第一次 就是这样的 不太懂拼音 所以他就会看一次 譬如这里这句英文 然后他就会听声带 所以听声带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譬如这里他就说 Wilf kicked the ball It landed in a bush 那小朋友就听了 提了 把联系到一幅图 那个小朋友叫Wilf 因为通常那些故事书 都会有一些人物介绍的 好了 接着你就会知道 那个小朋友就会看到了 Kicked 和他的动作 踢了 接着 那个球去了哪里 他们会看的 那个球就去了那个Bush 所以在这个阅读当中 你就会看到了 那个小朋友踢了球 那他就会明白这个意思的了 到第2个步骤 第2个步骤 他明白了发生什么事了 听完了 然后他又会再重复再看一次 然后他就会怎么办 他就会重复自己 好了 到第3次又播放多次的声带 他又会再再提一次 接着又是看文字 看图画 听 还有跟着一起讲 就好像有时候 你譬如给小朋友听英文歌 他会跟着唱的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唱歌也可以的 但是这里就跟着去阅读 到最后可能自己已经读到出来 就开始写和画了 我发觉很多小朋友 都会有一个弊病的 就是他们会有点懒 如果你不训练 他这件事是不行的 这件事真的要加掌踢踢 还有留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是怎么学习 我发觉很多小朋友 譬如上课写东西 其实他们写东西 不出声的 他们就这样写 为什么写的时候不吹吹 譬如我自己写英文 小时候我写W-I-L-F With 我会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他写的时候 他可以同步听和同步读 他的吸收是三倍的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 他写的时候 其实你都要习惯他 他要出声 就算不一定要很大声 朗读出来这么夸张 We'll kick the ball 不用的 但是你又要他 一定是有些声音要读出来 就可以加深对于个人的记忆 不论在读、写和讲的方面 效用都会比较高 刚刚这幅图我选了 是来自Oxford Reading Tree的一幅图 Oxford Reading Tree 就是一些故事书 小朋友也可以看一看 家长如果想找一些故事书 这个系列也是不错 因为这个系列会有不同深浅程度的故事书 好 到第三个部份 第三个部份的话 你就会看到 有些我们叫做主题式 和情景式的温乘生子 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式呢 我举个例子 你看到有超市 其实超市就是超市 你看到现在画面 男人推着车子 其实因为当那些主题式的生子 他们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联系 例如你看到一个推车 你就会说 He is pushing the trolley Trolley 就是车子 Push 就是那个动作 所以我们很容易建立到一些生子之间的联系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沉浸在一个主题的不同的媒体 什么叫做不同的媒体 可能譬如当你去教完小朋友 或者你看到小朋友学校学了超市 那可能你可以给一些片子去看 是关于超市 又或者你可以给他听一些对话 是关于超市 最重要的就是要融入生活 什么叫融入生活 比如小朋友其实在街上 在香港其实很幸运 因为香港很多东西都中英对照 你可以引导小朋友要看英文东西 比如你带他去超市 虽然这段时间就难一点 不要紧要的 你上线购买都可以的 你去到某一些的网站 可能是某一些超市的网站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物品 比如你叫个小朋友 你想买什么这个 那可能你就给他看一下 其实是英文版本是什么 你直接按英文版本给他看 那他就会知道 原来这个英文他学过 他会很娇傲 没学过的 就是自我感觉很良好 没学过的 他会立即想知道是什么 他会自己联系到的 因为有图的 这个就是你生活上 要给小朋友去实践一下 甚至有时候有些小朋友 比如去某一些超市 他可以用英文去表达的 都可以 所以你会看到 楼下这里有shopping list 量词quantifiers 比如可能一包薯片 英文叫什么 又或者很少 affiliate有什么分别 甚至numbers food and drinks 甚至有different sessions and objects in super market 你知道超市有很多不同的 一行行买东西的地方 那每一个session 其实是什么类型的东西 会不会是卖seasoning 卖一些调味料 还是他卖一些 ok dairy products的奶制品 又或者比如有其他的 可能一些对话 是职员和一些顾客的对话 他都可以学一下 所以平时带小朋友去街的时候 可能都多些引导他们留意一下英文 就好像坐地铁那样 我个朋友的小朋友 我个朋友的儿子 他其实很小时就学了 stations的英文名字很厉害 就是因为他妈妈会带他搭车 搭地铁的时候 他就会叫小朋友看一下 那个英文是这样的 那小朋友也会有一定的好奇心 那就不一定要你教他 而且他学了phernix 他自己懂得平 还有搭车有得听的 你知道 the next station is 那他又会再学到多些英文 第四样东西 就是小朋友要自制笔记本 所以自制笔记本有个好处 其实很多 以香港的制度来说 我想你都听过一些叫DSE 即公开考试状元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 记下笔记的地方 他会自己弄一本笔记出来 我小时都会弄一本笔记 因为弄一本笔记 其实是可以加强小朋友的组织能力 这是额外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们温习起来会更加有效率 因为他会知道自己的笔记 这里在做什么 那里在做什么 当然这么小的小朋友 你不要要求他的笔记很工整 但是这是一个习惯 一路带着他上去小学 中学 所以小朋友自己弄笔记本 有个好处 可能他会写一些生字 加一些图画 甚至他喜欢画画的 可能画了整个故事出来 虽然他说不到给你听 用完整句子可能 但是有很多单字他会放在图画的旁边 那他会慢慢形成 对那样的学习的兴趣 而且他振在习上来 会觉得开心点在自己的东西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笔记簿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大一点 可能小二小三 那可能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上犯错误 去做对比加深记忆 就好像有些游戏 你有没有玩过 就是两边两幅图 差不多 接着你要找不同的那些 然后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 譬如这个句子 看上去有些什么不同的小朋友 一圈就圈到的 即他就算家长你都圈到的 即就算不懂英文人都会看到 他多了一个s 然后一个in一个into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对比出现 其实不少的一些练习 有时都会练习本 他会在后面做一些笔记 就是做一些nurks 那些nurks是做些什么的呢 就是他会把一些错误 和对的东西放在一起 让小朋友去加强那个记忆 所以如果有一些这样的练习本 在坊间你看到 你都可以考虑一下买的 我觉得这一种都是挺好的 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自制的 就是说 可能你了解到自己的小朋友 错了些什么 你帮他抄出来 让他去圈那些不同 令他觉得这是一个游戏 那他从游戏当中 就可以加深 对于某一些的文化错误 或者某一些串字的错误的认识 所以譬如有小朋友 可能经常串错一个字 你就特意把错误的字 和对的字放在一起 让他圈回对的字 或者哪个英文字没有错误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 就会有趣过 你说他 你错误 你现在快抄十次 这个就未必那么高效率 所以今天大致上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学习英文的心得 以及一些关于升学的东西 希望都会帮到大家 那我将时间交给Winnie 多谢Ms.Rita的分享 香港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不可以以英语为母语 所以一定要透过清晰的策略 和优质的学材 才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学好英文 我们立即请出第二位讲者 她拥有丰富教学 和英语教材编辑经验的 偶尊大学出版社 英语教学出版经理 Ms.Veginia Lum 和大家介绍偶尊精选的教材 谢谢Winnie 刚才我们的讲者Rita 也有提及过 其实小朋友只要多看这个课外书 对于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和提升他们的英语能力 都有很大的帮助 说到看故事书 相信各位家长对于Oxford Reading Tree 这个系列应该都不会感觉到陌生 Oxford Reading Tree 其实是英国著名的教育学家 和儿童英语专家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研究 编写而成的 至于Oxford Story Tree 这个本地系列 我们就是精心挑选了 其中百多本的故事书 再因应香港小朋友的兴趣 和香港的英语课程编写而成 那究竟这个系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其中里面的一些角色 好像keeper 或者floppy 有为什么这么多小朋友认识呢 其实Oxford Reading Tree 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 levels的故事的 里面题材的编写 都是参照小朋友在那个年纪的需要的 就好像小朋友小一点的时候 他们是很喜欢看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故事的 所以在Oxford Reading Tree的低一点的levels 我们就加插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小故事 里面的角色通常都是小朋友熟悉的家人 朋友或者社区这样 令到小朋友看起来的时候 是容易产生这个共鸣的 到了小朋友慢慢长大了之后 他们的社交圈子自然就扩阔了 而想象力亦都更加丰富 所以去到Oxford Reading Tree高一点的levels 我们就加插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题材 好像有一些魔法的故事 冒险的故事 甚至是童话的经典故事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是帮助 发挥到小朋友的creativity Oxford Reading Tree这个系列 其实很多小朋友从幼稚园到小学都很喜欢看的 因为整个系列里面的故事都非常幽默有趣 也都紧贴他们的生活经验 能够提升到他们的阅读的兴趣 最重要的定义方就是Oxford Reading Tree 其实是由一个英国的团队去编写 所以小朋友看这个故事的途中 其实也可以认识到很多英国的文化 同样的 故事里面也都大量的 是运用了很多地道的生字 也是很自然的运用到不同的文化 所以对于提升小朋友听说读写 这四方面的英语能力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相信各位家长都会同意 其实亲子阅读对于提升小朋友的英语能力 也是很大帮助的 所以Oxford Story Tree里面 其实我们是由加插了这个家长手冊 而这本家长手冊里面也都提供了很多亲子的提问 等家长在陪伴小朋友阅读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小朋友的好奇心 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 帮助他们的理解能力 除了阅读课外书之外 上到小一之后 很多家长都很希望为小朋友 选择一些适合的补充練習 又或者是一些可以提升英语能力的课程 但是市面上有那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 那又应该怎么选择呢 小朋友上到小学之后 很多时候都是觉得comprehension和writing 就是最难的 家长也都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课程 可以提升到他们这一方面的能力 而牛津大学出版社 就正正是编写了一套的教材 就是叫做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 很多的learning sentence 都是会有教的 其实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 这个课程有什么特色呢 这个课程整个课程是有40课的 包括有20课的阅读课 还有有20课的写作课 六年之间 其实子朋友能够接触到的文章 大大话话都会是多 在学校里面所见到的60% 作文就更加高出三倍 这个课程的特色就是 每一个单元都是由同一个主题来出发的 无论是阅读课或者是写作课 那我们都是遮掩同一个主题的 而在阅读课里面 每一篇的文章 都是会用一些不同的问题去编写的 例如有一些可能是 birthday cards 又或者是emails rhymes recipe 这些的问题 都是小朋友在日常生活里面 经常会接触到的 也是他在学校的课堂里面 需要学习的 在小朋友看文章的同时 其实我们就是会教他一些不同的阅读策略 让他们在理解文章 和作题方面都可以提升 当他看完阅读理解之后 我们也会教授他同一个主题的词汇 让他丰富了他的词汇 就可以运用在他接下来的写作课里面 究竟写作课又会教些什么呢? 既然有那么多不同的问题 所以去到写作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为小朋友解释这些不同问题的特色 同时都会告诉他 这些不同的问题究竟有什么文章可以运用得到 也有很多不同的写作策略 小朋友学了他所有认识的阅读策略 写作策略、词语和grammar之后 就能够将他们的融会贯通 放在他们接着来要写的文章里面 当然不少的就是我们会教小朋友 一些很多不同的创作技巧 或者怎么样去组织他们的题材 令到他很小就已经可以学会了 如何写一篇有组织、结构严谨的文章 在这个时候也想为大家讲一下 通常家长会找些什么类型的补充练习呢? 分别会有些grammar或者是阅读理解 当测验和考试近的时候 家长会找一些revision或者test paper 方便和小朋友重温一些课题 那其实找哪类型的补充练习是适合你的小朋友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找一些 跟回最新的syllabus编写的补充练习 而提形方面也要紧贴小朋友的学校测验和考试的模式 就好像小学英文那样 2017年其实syllabus是有少少的改动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本补充练习 是将这些新的改动都摆下去的话 那就更加理想了 好像这本grammar detective那样 它能够深入浅出 运用不同的例子去解释一些不同的grammar rules 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它将新syllabus一样 跟grammar很有关系的重点 text grammar都摆下去 那什么叫text grammar呢? text grammar其实就是解释不同的grammar 它在不同的文体里面怎样运用 小朋友在学校里面 学习到这些新syllabus里面的元素 回到家他们做补充练习的时候 又可以重温回 那就更加理想了 提形方面又要怎样呢? 其实一本补充练习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提形多元化 因为这样才可以测试到 小朋友其实是否已经吸收了 学习到的知识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会不会在练习里面都提供到一些小提示呢? 例如说当一些深的题目的时候 会不会帮助小朋友去加一些解难的小提示 等他们第二天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懂得怎样去作答 那阅读理解又怎样呢? 那刚才也有说过 那小朋友上到小学之后 很多时候都是觉得阅读理解是比较难的 那这篇文章又长 那些题目又多 不懂怎样答 那其实很多research都有提及过 那小朋友越小 其实他们的集中力就越短的 那比如说两三岁的小朋友 集中力其实是不会多过十分钟 那即使去到八岁 他们的集中力可能都只有二十分钟左右 那所以我们编写这个reading wonderland 那时候呢 就会有考虑到小朋友是这一方面的特质 那每本的练习里面有四十八个 短短的阅读理解练习 那每天呢 小朋友只要是运用十五分钟 利用他们最能够集中的这一段时间 去做一篇的阅读理解 这样呢 就最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学习成效了 这本好的补充练习呢 最好就能够加入一些不同的答题技巧 那例如在reading comprehension里面 会不会教小朋友一些不同的reading skills呢 那又或者grammar的练习里面 会不会是提及一些 小朋友常犯的grammar错误 那让他们以后避免呢 那越学得多这些不同的答题技巧呢 那就越能够提高小朋友对这个语言的敏感度 最后一样我想提及的呢 就是一套补充练习它本身提供的自学资源 那例如在一些reading comprehension里面 会不会提供一些audio files 让小朋友听多些native speakers 的一些读音呢 那又或者会不会有一些的自学短片 教小朋友一些不同的grammar或者是不同的问题的特色呢 如果可以附有一些的自学手冊 那让小朋友有空那时候呢 用来温书那就更加好了 那作为家长的 那当然就会运用他那本的answer key 来和小朋友对答案啦 那以上所提供的呢 都是很多不同的家长 他可能会选择充练习那时候要考虑的地方的 那希望呢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等大家去找一些补充演习那时候呢 都有一些的参考啦 多谢Ms. Virginia Lum的分享 在讲座开始以来呢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家长不同的提问 那证实大家对小朋友学习英文都好紧张 那现在我们正式进入答案环节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只可以选择当中几条问题 加入我们的讲者作答 如果未被选中呢 不需要担心 我们稍后呢会在牛津家长天地的Facebook page那里答回大家 如果未follow呢就要快手一点啦 那也都欢迎大家多点留意我们的post 那我们首先呢第一条题目啦 那就麻烦Virginia帮我们作答的 那就问啦 补充有不同的深浅程度 应该怎样选给小朋友呢 建不建议小朋友做快一个学期呢 麻烦Virginia 麻烦Virginia 那也多谢家长的这个问题 跟小朋友去选补充练习的时候呢 其实怎样才可以找到一本适合你小朋友的练习呢 最重要反而要留意它是否可以紧贴你小朋友学校的课程 如果你选了一本太深的练习 回来小朋友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未学 不懂做的 其实是很打击他们的自信心的 相反如果一本练习太浅呢 又训练不了小朋友的高阶思维 我们想小朋友去做补充练习呢 本来都是想训练小朋友的自学的 希望他们可以在做练习的途中 吸收到更多的知识 这样才是达到做补充练习的效果的嘛 如果你选了一本练习回来 你发现咦 其实他不懂做的 很多时候都要你坐在他旁边教他做陪他做 才能做到的 那就已经失去了做补充练习的意义了 所以选了补充练习的时候 反而我们会选一本 其实和他学校的进度相近的练习呢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这样才可以令到小朋友 能够自动自觉地去做练习 达到了做补充练习最好的效果的 好 谢谢 那我们去到第二条提问 那就是问Ms.Rita 小朋友缺份想像力 那如何帮他改善英文写作技巧呢 很多时候小朋友欠缺想像力 是因为太少看不同类型的东西 譬如很多时候有些小朋友会有特别的兴趣 譬如有不少的男孩都很喜欢看一些关于恐龙的书 但是可能他就太过专注在某一个类别的书本 又或者某个类型的题材 所以他就不能够接触到多些不同的素材 所以其实家长应该要鼓励小朋友 多些看一些不同素材的图书 譬如他可能要看一些关于成长的故事的图书 可能是看一些关于科幻小说的 甚至会不会是一些幻想的作品 等他们涉变到不同的范畴多些的时候 他们的想像力自然就会更丰富 不一定要在图书的 其实都可以看一些不同类型的电影 譬如可能看恐怖片也可以 又或者看一些我们叫做喜剧片也可以 甚至如果他想去知道多些不同的知识 都可以看一些纪录片也可以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有时家长和小朋友相处 很多时候不一定要限制一种方法 给小朋友去跟着做的 譬如好像有时候叫小朋友一起画画 那家长通常都会有一个主导性在那裡 就是说我想你画些什么 但有时你可以问小朋友想画些什么 或者有时小朋友有一些想法构思 太过天马行空的时候 其实你都不一定要局限他的思想 你可以多些鼓励一下他 甚至问他一些跟进的问题 为什么你画可能是 例如那只牛会没有了眼界 又或者为什么这个马有彩色的尾巴 你可以试一下去了解你的小朋友多少少 那小朋友自然就会勇于释放自己的想象力 那这方面也会对他写作有更多的帮助 谢谢 那我们去到第三条 麻烦Viginia帮忙 小朋友喜欢看Oxford Story 3 即是我们的OST 已经完成了Level 7 那接着问是可不可以 行接去看Oxford Reading 3 Level 8 那还有没有其他书可以介绍呢 麻烦Viginia帮忙 麻烦Viginia帮忙 那OST呢 其实是改编至ORT Levels 1-9 里面的故事书 那所以如果小朋友已经看完整个OST的系列 那想继续看ORT下去 那我会建议你可以选 由Level 10 开始的故事书去看 那整个ORT呢 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那有一些就是以幻想为主 那有一些就是不幻想为主 那我们经常听到家长会提及的 那一套可能会有 比如说Word Spark Story Spark 那另外有一套叫做In Fact 就是nonfiction 那有一套叫Explore 就是有fiction和nonfiction 那除了ORT之外 如果家长想选择其他不同的书 给小朋友看的话 那我这里都可以推介几套给大家去选择 那有一套叫Read and Imagine 就是故事书 那而Read and Discover 就是nonfiction 那另外有一套叫Tree Talk 那或者我们本地所出的另外一套故事书 就叫Tina and Friends 那Tina and Friends 是fiction 那就是故事书 那就是故事书 或者故事性的模式会比较多些的 那希望以上那么多的系列 那家长都可以选择一个 你们喜欢的系列给你们的小朋友看 好 谢谢 那最后一条 是问Ms.Rita 那刚刚升小学的小朋友 grammar比较差 好像完全不太了解老师的讲解 那家长自己的英文又不是太好 那应该怎样才可以帮到他呢 那其实最好就是买一些练习 去协助小朋友学习文化 那我们选择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第一件事 那为什么小朋友会跟不上学校的进度 比如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小二的话 那可能他连小一的东西都未学会 那小二的东西他自然吸收不到 因为通常我们学文化 都会有一个阶段 那可能会有某个stage 你要学的那个文化 那你打好底下才可以去下一个阶段 那如果他第一阶段的文化都未处理好的话 他就吸收不到新的东西了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选择文化练习本的时候 除了要适合他的程度 或者打好底之余 那也都要注意那些文化的项目 和学校究竟的吻不吻合 那有时有些家长可能没有看清楚 就给了一本可能是 和学校正在学的文化项目 不相关的练习小朋友做 那他就会更加困惑了 因为他没有学过那样东西了 那还有理论上 我们都听过温故资深 那如果旧的东西他不懂 那他不断学一些新的东西 他都不会吸收得好的 那再加上新的东西 可能学校没有搞过 那他更加不会懂得早 第三样东西就是 其实家长可以留意那个 content 那然后那个 content 的部分 有什么课题之余 还可以留意那个题目之前 会不会有提供一些讲解 最好就是一些中文的讲解 那所以你就可以透过那些讲解 理解那个文化项目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教你自己的小朋友 那最后还要看那个ancest 因为有一些的答案会很详细的 譬如我当em c 体那样说 有a b c d 4个答案 那有些就这样出个答案是a b c d 那这样 那但是其实呢 有一些的练习本是有充足的解释的 譬如他会告诉你 a个答案为什么会对 b个答案错了些什么 c和d ok 都是啦 错了些什么 那就会很清楚 可能列举了在后面 那家长也可以帮小朋友 核对答案的时候 顺便讲解回小朋友 那所以选择适合的练习本 谢谢missrita 也都多谢今晚两位讲者的分享 我相信家长今晚都获益良多 咦 别走着 听完怎样拿到礼品先 所有报了名参加今晚讲座的家长 应该已经透过电邮收到一份电子学习资源 是牛津英文小熊补充练习的精选 如果未收到呢 请在facebook的inbox那里通知我们 另外今晚出席这个讲座的家长 可以额外获赠一本牛津英文读本 我们将会邮寄在报名表所填写的登记地址 希望帮助到家长和小朋友 学得更好 最后呢 我是想了解多些大家的需要 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投票 请大家花10秒钟的时间 按个键告诉我们 你想知多些哪个类别的英文科学材 是Phonics 教学中心课程 读物 补充练习 还是字典 请踊跃投票 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牛津大学的一部分 一向以实践大学在研究 学术和教育领域的追求卓越的目标为使命 希望今天的讲座可以帮到这么多位家长 今天来到尾声 再一次多谢大家参与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